過去啊 社會很多都是要用背的 像地理什麼的 很多都要背嘛 對 然後我覺得這樣呢 感覺在讀史書 這次呢 我們有新的教學方法 就是用遊戲 然後讓我們藉由玩遊戲 來學習到這些知識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希望就是以後上課 慢慢都是可以用比較多元化的方法來上課 那今天有一個很可愛的地方 就是我們把所有的舞台都給了孩子跟老師 我們鼓勵我們所有的老師都要跳上舞台去 因為老師最大的一個成就感 就是自我實現 可是他的自我實現是 從孩子的成就裡面呢 去看到孩子的這個成功 是回饋到老師的價值上 靜心就像一個活水源頭 遠遠不斷 能夠這樣不斷的讓我們有往前走的動力 然後更回過頭來看 是我們所散佈出來的這個熱力 福田 看到我們孩子的成功 我希望靜心是永續發展的一所優子學校 老師 您好 好 請坐 要做那個理財大富翁的遊戲對不對 然後呢 待會兒呢 先注意聽規則 那裡面的呢 其實基本概念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人家常說那個 不會投資理財都是因為老師沒教 不是老師沒有教 而是老師不會教 其實老師自己本身也不會投資理財 所以我們那時候其實剛剛看到 那它第一端就是經濟 而且課本編了我們就覺得 哇 好難喔 就是我們自己都覺得 經濟是一個很難的一個範疇 然後社會科本來學生就會認知 社會科就是貝多芬 那枯燥就類似這樣 那我們就一直想說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兩個枯燥的東西變得有趣 我們希望可以把課本裡面比較監測難懂的概念 然後用學生比較可以接受或者是喜歡的方式呈現出來 那時候我們領域在討論的時候就是想說有沒有什麼想法 就是一開始我們是用創意發想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有人就想到遊戲 想到大負貨 然後我們就發現說 欸 似乎經濟的這個課程似乎可以用遊戲傳出來 所以就這樣子去設計了 六年級 我們這個課程是在六年級的時候 六上的第一個部分就是講經濟 然後它剛好就是會有 我們分析下來剛好就是有消費 生產 投資 理財 跟政府這四個部分 那我們就想說那這個四個部分我們就去 就是廣泛收集資料不管網路上啊 或者是說我們書上看過的啦 很多遊戲都是類似這樣去搜尋來 然後我們再把它簡化 然後再設計成那個這四個部分的那個遊戲教學這樣子 因為我本身就喜歡玩大波我家裡有很多種 然後剛好可以玩到一種不一樣的所以我就蠻感興趣的 就是照本宣課效果比較不好嘛 然後其實我覺得玩遊戲的效果比較好 因為我們可以從遊戲中去了解說有哪一些道理 因為就是說我可能在平常以前在消費的時候 都感覺說錢就盡量要存起來 那這次玩遊戲的時候也是根本沒有花到任何錢 可是老師後來就分析說 因為如果是守財弄行的話要做適當的消費 然後剩下的錢拿去存錢 我之前的理財觀念就是 就是只能把錢花在生活需求那邊 然後慾望都不能買 但是後來就知道 他那個錢還可以有許多用途 因為假如是這樣一直爛用的話 就算賺再多錢 然後一直這樣花 因為人的慾望是無限的 對那這樣子錢可能也不夠用 所以也讓我發現買保險 還有做一些風險的分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估算是到底花了多少錢 像有些人那個信用卡會刷爆 就要提醒自己要有養成記帳的習慣 要有正確的理財觀念 小朋友就會覺得原本這個東西都離我們很遙遠 那所以學生也會覺得說 我們這節課呢 一般開課本是理財投資 那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那我們就是要投資 或者是我們這節課要交儲蓄 所以我們就全部就是要儲蓄就對了 然後怎麼樣老師問的問題 我們都說儲蓄最好 儲蓄怎麼樣 可是他們 我們就這堂課 一直到理財大富翁之前 他們都一直是這樣的心態 所以他們當 當他們在玩理財大富翁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說 對我們就是要把錢 他們要當首財奴 要把錢存好 或者他們要把它放在銀行 把它存好 那結果他們後來玩完之後才發現 不對我們應該在做任何的決定之前 應該要先審慎的考慮 要先收集資料 因為任何的都是有風險的 因為他們在那個情境當中 體會到風險 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 我覺得我就會發現說 學生其實在玩完這個 我們亂過我們整個課程之後 學生其實他在面對這個經濟的課題當中 會運用在他們生活上面 而且會有很深的感觸 像我們學校雖然普遍一般人的認知是 孩子的社經地位比較好 但是我們的孩子他卻能夠做到 不用伸手跟父母拿錢 透過他自己能夠理財的概念 儲蓄或是什麼 然後幫我們偏遠地區的有效 然後去購買一個禮物 來送給偏遠地區的朋友 好朋友 每年都會辦理城鄉交流活動 那我們這樣的理財課程呢 孩子他就會自己規劃他的零用錢 要怎麼樣做儲存 怎麼樣做最後做消費 所以我們在辦理跟南部 或者是偏遠地區的學校的 城鄉交流活動的課程的時候 這樣的活動的時候 孩子就會善用他課堂所學習的理財觀念 因為我們將來要如果真的要做消費的話 或者是理財 我們是我們是要做實際的去 這樣實際的去做 不可能會像課本這樣要畫重點這樣子 如果這樣畫重點的話 你以後記可能不一定會記得 那長大以後我可能就會有印象說 這個這些遊戲的過程這樣子 我自己所參與的這個社會學習領域來說的話 社會學習領域它本身的特性就是要跟生活做密切的結合 幫助孩子未來可以去適應社會生活 或者是說他可以甚至進一步去改善社會 所以他的課程的內容必須要跟生活做緊密的結合 他就會針對這個國小這個階段 孩子所可以學到的這個理財的觀念 他們就選了這樣子的一個素材來教給孩子 那再過來教學的方法方面 在這個老師他就應用了一些 比如說股票的觀念啦 這個買東西的觀念啦 或是紙骰子教這個機率上面這樣的一個觀念 這就是在一個新的方法上面做一個創新 教導孩子怎麼樣去理財 這個學校做得蠻好的是說 他在這個投資跟投機的這個之間呢 界線拿得非常的好 因為像我們一般在講 在教育的活動裡頭 我們說他符合教育的所謂的規準 教育的規準呢 我們就會說是是非非 是了就是是的 非了就是非了 在這種狀況之下 老師的拿捏就非常的重要 好 那我們覺得他們在這一個方面的拿捏 是非常的可貴的 他們教給孩子一個很 就是很正確的 沒有那種偏差性的那樣子的觀念 那這關是 其實我們發現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因為他學了很多的 他用了的方法有沒有 我們覺得蠻有趣 很多都是遊戲 那其實孩子學習興趣喔 是很高昂的 而且配兒孩子那時候的身心發展 所以我們會覺得 這個是仔細的分析起來 它是一個在各方面來說 都還蠻不錯的課程 我想他們是一個很努力的團隊 未來的話 我想他們應該會有很多更多精進的地方 我想他們應該會有很多更多精進的地方 對嗎